WF-DUNO在东西Arduino套件上 于EDU2016的作业系统上面的运用 WF-DUNO的使用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使用空浏览器 开启它的APP 这是一个扩充套件 你要检查的部分是 你有没有版本资讯 还有韧体版本对不对 不对,请你下载它的原始码 原始码,然后复制起来 执行ArduinoID 把韧体重新写入 把韧体重新写入 写入韧体 那你要写入韧体的时候记得要检查什么 像这样出现红字的时候就表示什么 你的USB或者是你的板字 并没有选得很好 或者是你太心急了 好,那我们再写一次 你一定要看到当Upload 一直是没有问题的状态下 你才可以 去使用 那现在出问题的原因 是因为 我们的WF-DUNO 已经在使用 把USBPOR 抓着 已经被占用了 已经被占用了 所以你不能先把它关掉 Ctrl-A Ctrl-C 再执行一次 Arduino ID 第一 Ctrl-V 检查一下 BOR跟POR 对不对 对了 写入 好 已经出现 DUN Upload 就表示写入完成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 关掉 重新启动 这个 再检查一次 你的USB 对不对 然后韧体版本 对不对 如果没有出现韧体版本 你必须有所需要 重新启动你的电脑 让它重新抓一次 它的韧体版本 那这个是 因为 现在看起来 它 刚才有抓到 重新启动 以后又没有看到 那我们就只好使用它的 离线版本 它有离线版本 它离线版本的下载 在 它的官网下面 有Linux的版本可以下载 下载完把解压缩 会出现这样一个 的指目录 这有一个WFDuno 程式 执行两下 选择 USBPOR 连线 一样有版本出来 这样子它就已经连线成功了 连线成功之后呢 就请你去执行 Squatch 2 但是你没有特殊积木啊 所以你要去开启它的 范例档 你要去下载它的 在下载里面 我已经下载下来的 WFDuno 的Squatch 这一支 SB2 确定 我们检查一下它有没有连线 有的话是绿灯 这个是 十三角位 那在我们的 Arduino的板子里面 东区的Arduino板子里面 这一颗灯就是13号角位控制的 现在没有亮 我们执行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样子就亮了 所以这些积木你也是可以使用 就是 在我们在EDU 2016使用WFDuno的连线 你可以这样去使用 我们下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